保健品怎么选才不是智商税 我之前也是盲目购买 经常看YouTube 人家说什么好我就跟着买买买 稀里糊涂的补补补 直到去年我做了一个nutritional test 才知道原来有这种test 可以把身体的营养状况和指标 分析的这么清楚和详细 前几天我的DNA报告也出来了 有趣的是 两个检测报告在营养分析这方面都惊人的相似 没想到DNA检测的精准度这么高 下面这十几种保健品 是我在认真研读了这两份报告的基础上 又咨询了保健医生才慎重选出来的 真心推荐大家去做一次DNA test 或者nutritional test 相比之下 DNA test不仅在营养吸收方面做了全面分析 还给出了具体的饮食方案 此外DNA还对遗传特征 早期癌症母疾病等风险提供预测 再也就是性格智商天分以及职业取向方面的信息 都非常详细非常有趣 这是儿子去年送给我的圣诞礼物 所以如果父母过生日啊过节日啊 不知道送啥 送一个DNA检测盒子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个premiumDNA检测盒的价格是大概600多美金 nutritional test就更贵一些 大概要1500多美金 并且需要医生给你开一个prescription 你才可以到lab去抽血化验 价格虽然贵 但我觉得这个投资是值得的 有了这些科学依据 才可以明智的选择适合自己的保健品 现在我连去超市买菜都有了购买清单 健康管理的第一步是先彻底的了解自己的身体 以后就再也不会被忽悠割韭菜了